风水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部分人如果想要转运 就会利用一些风水的摆设 比如房间的布置 或者是鞋子的摆放等 但有些人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就不想这么做 因为要了解很多进一进 不过想要转运 其实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可以帮助自己转运 就是利用一杯水 千万不要小看它 如果你在家里这个地方放一杯水 能够让你的财运百倍地涨 好运会一直望到你 一 床头放杯水 睡前不敢喝水 或者是怕起夜的时候难以入眠 晨起的时候忘了喝水 然后就匆忙洗漱出门 如今有多少人会忽略两杯救命水 有专家提示 如果你在床头放着一杯白开水 还经常保持这样的习惯 这样做能帮助你防着一些致命的疾病 第一杯救命水 就是睡前的时候喝 对身体有好处 因为人在熟睡的时候 体内水分会通过排尿 出汗 呼吸不断流失 就会造成血液粘稠度上升 代谢物积存 睡前适量喝水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心梗 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 而且在睡眠不佳的情况下 也可以在床头柜上摆放一杯清水 最好选用陶瓷杯装满水 因为头部代表火的五行气场 而陶瓷中装水 则煮安静凝合 在降火期的同时 还可以平稳思绪 改善睡眠 第二杯救命水 就是早晨的时候喝 可以排除身体毒素 还会预防血栓之类的疾病 像早晨 一般使人体生理性血压升高的时候 血小板活性增加 加之睡了一夜的觉 排尿 皮肤蒸发 及口鼻呼吸等 均使不少水分流失 血液粘稠度增高 而且起床后饮水 有助于降低血液粘度 从而降低血栓风险之外 还能补充大量水分 因为人在早晨起床后 会处于生理性缺水状态 如果你早餐前喝一杯水 只需要20秒 水分就能进入血液中 使血液迅速稀释 改善夜间脱水情况 二 电脑桌上放杯水 从周易学的角度上看 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五行的作用 而电脑在五行物品的划分上 代表着五行火 火煮电气 电脑当然是电子当头的电气了 人们每天长时间对着电脑的时候 往往会火气过剩 火煮干火 血液 心脏 眼睛等器官 因此长时间面对电脑 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 导致健康受损 因此 属于用电脑工作的人群 或者长时间需要面对电脑的人群 都可以在桌子上摆放一杯清水 用于降解五行火气带来的不良影响 建议此杯水想到时 可以随时补充水分 喝完后 立即再倒杯水放回原处 这样你能实时补充水分 就像一些上班族 平时因为工作需要 会经常用到电脑 因为一直盯着电脑 那段时间你会一直感觉到火气旺 不仅嘴巴里长了溃疡 而且还有着不通便的情况 当时无论是吃多少绿色蔬菜 还是其他的东西 一直都没有好 然后你就可以试试 在电脑桌面上放一杯水 或许有用 从这里可以看出 往往我们忙起来的时候 就会忽略很多生活的细节 让自己有着小毛病 三 大门旁边放杯水 因为风水上游 山管人丁 水管材质说 所以水放在家中适当的位置 会产生催财的作用 最简单而快 见效的方法 是在大门旁放水 因为大门开启时 会把水所散发之气 带入屋内 而水为财 即把财气间接带入屋 有一句话这样说 宅之所观 最重者没于门 大门是一家人早晚出入必经之地 是一所住宅 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 其风水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以在大门的影响之下 如果你放置了一杯水 可以为家里的人聚财辟邪 能够影响着家人的运势 我有一个邻居 他经常上午的时候 在门口放着一碗水 一碗米饭 重点是米饭上还放了一个鸡蛋 一直没有弄懂是什么意思 后来询问过相关的风水人士 他们说 这是因为家里的小孩受到了惊吓 高烧不退 就会将一碗米用红布包好 然后放到小孩睡觉的床头 再将煮熟的鸡蛋用红布包着 之后在小孩头上绕几圈 一边绕 一边叫小孩的名字 然后第二天 就把米倒扣在门口 把鸡蛋放上去 孩子的烧就会退 而且这个时候 米会塌陷下去很大一部分 如果没有塌陷 就说明小孩子是没有受到惊吓的 还有的人说是 食过水 鸡蛋 或者是饭 就不要来打扰这家人了 这是一种祭奠魂魄的方法 不过每个地方的习俗不同 但总的来说 如果你想要辟邪或者是转运 就可以在门口放一杯水 那些脏东西喝完之后 就不会进到家门了 四 郑北方放杯水 郑北方在八卦当中 是被称作砍弓 砍弓从人物上管着中年人 从身体上看管着肾脏 为什么呢 因为砍弓在五行当中属水 一切血液 泌尿系统 妇科 肾脏方面的疾病 跟砍弓有着关系 比如常见的妇科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 白血病 糖尿病 肾脏疾病等 同时在风水中 水是财 你的财运好坏 家庭收入的多少 跟砍弓是有关系的 而且今年六百五屈星 飞临正北 因六百属金 在五行相生的原则下 可以在正北方 摆放一杯水 可以催旺财运 尤其对文职以外的工作者 最有利 像是技术性劳动 管理类业务 自行创业者等 五 八字火旺放杯水 八字火旺就是说 一个人的生辰八字里面 出现四五 丙丁 这些五行火的天干 或者地支 如果八字中 出现过多这些字的人 通常代表着 命理之中 八字火旺旺 我们就可以根据 五行属性来调解 比如八字火旺的人 平时的时候 多注意衣食住行方面 搭配衣服的时候 可以多搭配一些 水属性的颜色 来达到克制火的目的 或者是食物方面 可以多喝一些牛奶 豆腐 豆浆 果汁之类的 但是如果觉得麻烦 可以在开会 谈判 交易的时候 最适宜在桌子上摆放一杯水 用来降解火气 曾有一个上班族 他的五行火旺 性子比较急 有时候 他在分配工作任务的时候 对方一旦说错了 他的情绪就很容易失控 一躁一怒 不过 他在工作上做事 精力十分充沛 办事效率很高 但也因为 他个性的问题 不够谨慎 粗心大意 就经常与别人发生不快 当他身边的人 每天在开会的时候 都给他准备一杯水 时间久了之后 他的情绪也好了一些 因此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桌前 或者是别的地方 放置一杯水 压一压自己的火气 不过最好的办法 还是平日里 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绝对不能一点就着 做事情的时候 最好是要多考虑考虑 既可以舒缓自己的心情 还不会做错事情 很多人认为 只是一杯水 哪有这么玄乎 但是有些东西 就是这样 虽然看着简单 几乎随处可见 但是却没有人重视 所以就引发了各种问题 因此 如果你在家里 办公室里的这些位置当中 放一杯水 不仅能让你及时补出水分 还能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更重要的是 能够积聚你的财气 如果你长时间保持这样的习惯 久而久之 你的财运就会一直涨 最后说不准会中一个大奖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